你走快點行不行? Honey, 話說回來, 是不是真的要報警? 現在玩拿鳥被人勒索, 怎麼不報警? 但我也能付錢 誰叫你付錢?玩拿鳥被人勒索 被剪圖被人勒索, 這些照片是我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你沒有穿衣服跟別人拿鳥 如果那些人把照片放在網上 讓人看到, 尤其是讓我的朋友看到 我完全沒面子 那也沒辦法, 被人勒索一次就第二次了 警商也說, 你不就不知道嗎? 那倒是, 但我們去了保安室 阿薯就問問我們有什麼事 那裡有很多人, 真是被人知道了? 行了…別說了…走吧… 你為甚麼穿得這麼癢? 有記者嗎? 記者?沒有 就算有記者也認不出是你, 戴著褲子 我打算這樣有聲味吧? 話說回來, 我在雙殘人士廁所聊天 不見了電話, 所以來報案 為甚麼會有記者呢? 所以說你不夠聰明呢? 命運是操縱自己的手上的 我們的娛樂圈迴了這麼多年 算了, 可不可以人氣反彈就靠這件事 甚麼意思? 我今早出門的時候 早就跟記者說了, 說你不見了電話 那又怎樣? 你真是不知道, 我告訴他們 我和你的小小小的照片都在裡面 你作得就作的, 你自己報吧 我剛才… 別走 娛樂圈是這樣的 十宗有九宗的新聞都是作出來的 況且你真的不見了電話 還有, 說不定他們就在後面的天台 別看, 看著我們, 偷拍我們的 是否也好, 進去就算了 那…好吧, 好吧 做起做全套嘛, 走吧 這裡的門口, 坐在這裡 那邊的門口 是, 小姐, 有甚麼能幫到你 我在中環的雙層人士廁所 不見了一部手提電話 慘了, 磨砂玻璃和標誌擋住了 拍不到進來的 那小姐, 現在你不見了電話 我幫你做一個報室處理 麻煩你過去那邊 我另一位同事幫你處理 過去吧 我來報案的 有甚麼能幫到你, 小姐 我玩拿療, 被人勒索 那請問那個受害人, 是不是你 是呀 我…我付了錢的 那我安排這間接券室 你在這裡等我, 我帶你進去 我們再慢慢聊吧 好… 麻煩你, 要報室手機 沒問題, 是甚麼時候不見的 甚麼時候 慘了… 這裡遮得這麼陷, 更加看不到 算了, 放棄吧 昨晚的11時左右 請坐吧 小姐,這件事是何時發生的?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警隊一直以服務為本 精一求精的精神為社會服務 而報案室是警隊和市民之間的重要平台 為了提供給市民一個舒適和親切的環境 去使用我們的服務 由2010年起 有部份的警署進行一系列更新設施 而中區警署是其中一間被提升報案室 設施和服務的地方 Madam,就像觀察片段中所見到 有時有些案件比較敏感 受害人就算來到警署門口 都不敢進來監警求助 怕被人聽到 而中區警署是似乎特別的設施 可以協助處理這裡的案件 是的,Bonnie 其實我們警署是有一間特別設計的接見室 用來接見敏感案件的報案人和證人 另外一方面也有些長屏封的櫃位 和其他的接見室去接受市民報案 其實他的目的都是希望保障市民的私隱 我們中區警署報案室前桌接見處 是以一個環形設計 可以給我的同事監察報案室 每一個角落的情況 另外,報案室明確劃分了前後兩部分 用來分開公眾人士和疑犯 而走廊通道及接見室的入口 就加裝了閉路電視 可以提升報案室的保安 前桌的櫃位 可以即時接待市民和處理簡單的查詢 亦有舒適的等候區 讓市民稍作休息 而這個中區警署的報案室 已經完成了四年了 出來的效果也很滿意 是的,Bonnie 很多市民報完案 都稱讚我們的報案室設備完善 另外我們那間特別設計的接見室 對那些敏感案件的受害人 都可以令他們很放心 講出案法的經過 從而提升我們的調查工作效率 無論是新一代或是其他警署都好 當大家遇到案件發生的時候 最好去附近警署報警求助 而我們會不斷提升服務質素 適合大家的需要 其實新一代的報案室 不僅可以方便市民,保障私隱 更加可以提升警務人員的效率 是的,我們經常會透過不同的意見調查 聽市民和同事意見 來改善服務質素 滿足公眾對警察服務的需求 是的,Bonnie 如果市民對警察服務有任何查詢 例如想知道 身領保安人員許可證的辦公時間和地點 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大家要查詢我們部門 所提供服務的話 可以登入我們網頁 裡面的聯絡我們那些難度 按一般查詢就可以了 明白了 接下來有兩宗案件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第一宗是屍體發現案 第二宗是交通意外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協助調查 我現在在尖沙咀駕星光大道 今年的4月29日中午大約12點 在我對海面發現一具女性屍體 死者身上並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警方將案件列造屍體發現案處理 死者年約30至40歲 身高約1.6米 瘦身材、黃皮膚、頭染紅色長曲髮 當時身穿長袖衫、藍色牛仔褲 並沒有穿鞋和襪 身上也沒有任何財物 警方在路作出呼籲 如果大家對上述死者的身份 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 陳整盡快和水警、港口分區 集巷調查隊的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886-8761 2886-8761 我現在在大圍的月明村 在今年的4月26日早上大約5點07分 在月明村 明耀樓對開架這段大沖橋路路段 發生了一宗致命駕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66歲的男子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幫忙提供消息 協助調查 當時一輛在下的的士 正沿著大沖橋路 往遣警方向行駛 當他駛到近月明村明耀樓對開 就撞向設置在路邊 用作道路工程的水馬 乘客並沒有受傷 的士司機失去了知覺 他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證實不治 警方在路作出呼籲 大家在今年的4月26日 早上大約5點07分 有沒有駕車人士 洗經這一段大沖橋路路段 又或者有沒有月明村的居民 毫經上指 而有目睹意外發生的經過 如果有的話 赤井盡快和新界南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一隊同事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 3661-1344 3661-1344 路上靈意外, 香港人人外 記住大家要時刻手法隱讓 遵守交通規則 就可以確保安全第一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